好 我們看九十四頁 四十四經 講到這個婦羅那 前一講到 生法既是我非不生 因為有執著才有我見 非不生 生法既是我非不生 因為有執著才有我見 並不是沒有執著 原而於生法既是我非不生 這怎麼說呢 色生 生是我非不生 執著什麼呢 執著是色 直取這個色 以為色是我 並不是不直取這個色 受想行事是我 非不生 直取這個色 受想行事 那麼 才生起這個我見 並不是不直取 就是因為直取 才有我見 直取什麼呢 直取色 受想行事 那麼才生起這個我見 這個意思是這樣 那麼他底下 就開始舉個例子 譬如 四夫 守直明鏡 及鏡水鏡 至見面身 身故見非不見 他說 就好像有一個人 拿著這個鏡子 或是在水裡面 拿著鏡子 或是在水裡面 看見自己的 這個面貌 那麼 因為 有這樣 所以才 看見 才看見這個 因為 明鏡及鏡水鏡 就是因為這兩個 才看見 那並不是 沒有 沒有這明鏡及鏡水鏡 看見 那其實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取著 而見這個我 就好像 你因為這個鏡子 或是在清澈的水氣中 看到自己的面相 這個是因為執著 就好像你拿著鏡子 或是在鏡水 這有一點叫做依的 這個聲有時候也是依的意思 依於 這個鏡子 或是這個水 那麼 你才能看見 看見自己的 這個面貌 那麼 你因為 你因為依於執著 你才會見到有我 他意思是這樣 就是因為 直取 你才會見到我 就好像你因為這個鏡子 或是這個水 清澈的水 那麼你可以看見自己 所以他 舉這個例子 是因為說 這個 依於這個鏡子 或是水 那就好像你依於執著 因為執著 那麼才升起這個我鏡 好 那這個 明鏡及鏡水鏡 在這裡 它是一樣的 但是後面這個 這個 於且式地論 他就把它 分成不一樣了 如果我們等一下 講完再來看 好 那這裡 這個部分比較困難一點而已 其他的就都一樣了 其他都是跟之前的一樣 那 後面就開始說 阿難 色是常也 那 為無常也 色是常還是無常 阿難就回答 是無常 這個是弗羅那 弗羅那跟阿難在講 這個法 阿難說 他剛出家的時候 弗羅那都這樣跟他講這個生法 就是講這樣的 很盛生的法 然後他就說 那無常的是苦嗎 是苦 如果無常苦 假設 無運是無常 無常所以苦 那麼它是便義法 那 那麼聖弟子 於中 父祭 我 亦我相在 就是 你還會直取 因為他這裡的 這個問題就在於 你有直取 你有直取 那你直取什麼呢 直取色受想行事為我 那現在告訴你 這個色受想行事 那麼是無常的 那麼是無常的 所以是生滅便義的 那因為我就是不生滅的 所以這個 就是我們把它當看 所謂的自信 很常獨一這樣來看 那所以他說那你還會直取 因為他重點在直取 直取這個色受想行事 可是他告訴你 不管是色受想行事 都是無常的 都是苦的 那麼講到無常跟苦 他意思就是 他是無我的 無常故苦 苦故無我 他是這樣的一種 一種邏輯 好 所以這裡就講 那既然是無常是苦 是便義的 那麼他還會是 還會是我嗎 那當然就不是啊 那麼聖弟子 這佛弟子 那還會認為這個五運中 就是還會直取 五運就是我 就是既我 我就是是我 亦我相在 既是我 那是這樣 五運即是我 這個叫即運我 义我 離開這個五運 有一個我 就是禮運我 那麼 我在五運中 五運在我中相在 那麼達約 不遠 如是受想行事 一樣 是受想行事 是常還是無常 是無常 很明顯的是無常 因為他有深住面 深住意面 他不斷在變化 不斷在變化 那無常是不是苦 是苦 那苦是不是 無常跟苦 是不是就是無我 是無我 基本上是這樣的 所以我又問 若無常苦是便義我 多聞聖弟子 寧父語中 既我亦我相在 那既然是無常 是苦 那無常苦就是無我 那你還會認為 他是五運沙會是有我嗎 因為如果是我 他就是 不是無常的 不是苦的 不是便義的 那所以 你現在還會認為 你認為這個 五運是 是常嗎 是不苦的嗎 是主宰的嗎 因為苦就是 不能主宰 苦是不能主宰 不能主宰就不能說是我 他是無常 他不是很常 你就不能講是我 其實是這樣子的 他一直來都是這樣的一種 一種概念 就是你說無常 就表示 表示他不是我 因為我是常的 很常的 你說他是因緣生的 他就不是獨一的 那他就是無我的 你說他是苦的 他就不是主宰的 自主的 那他就不是無我的 那他就不是我的 就不是我 因為我是很常 獨一主宰的 所以從這裡來看 很明顯他是無我 好 那既然是無我 那你還會執著是 是我 亦我相在 不管是五運是我 五運外有我 還是我在五運中 五運在我中 五運在我中 這個都是我見 這個都是我見 那麼阿難 那後面就一樣 事故 色 若過去若未來 若現在 內外出息 豪醜遠近 那麼這一切 那你 你從五運上看 甚至你細細去看 若過去若未來 色 過去現在未來 內外豪醜出息遠近 受 想 行 是 你都一一這樣跟他看 你會發現到 那麼 這一切 都是 這個 這一切法 就是色受想行 是這一切 都 沒有 都不是我 那也不 不及是我 非我 就是不及是我 非及是我 非 這個義我 然後不相戰 基本上應該是這樣 非我不義我 不相戰 那麼 如是知 如實觀察 這個是事實 如其事實的 那麼你去這樣去觀察 那 如是觀者聖地子 那麼 當你這樣看清楚真相的時候 那 因為這個 我們如果沒有看清楚真相 就是看到的是表象 那麼被表象所迷惑 認為它是真的 其實它不是這樣 那麼 那麼一色 你就深厭 離譽解脫 就是 你 你不會去直取這個五韻 就我們剛才講的 前面講的厭被想 你不會 直取這個五韻 那麼你一旦直取五韻 你會有什麼情況呢 就是你會懶著 你會不斷的 你會不斷的 拜 在這個 色受想行事上 不斷的去滿足它 那麼因為 你認為它是真的 那麼 所以 色受想行事 深厭 就是你不懶著 不直取了 那離譽 遠離這個五韻 那麼從中 得解脫 我身已盡 解脫就有解脫之間 就是我身已盡 犯身已立 所作以作 自知不受厚有 就有這樣的情形 那麼色受想行事 都是這樣 朱比丘 當之彼尊者 於我有大牢益 阿難說 這個婦容納 跟他講之後 對他有很大的幫助 那麼 我從彼尊者所 文法以 遠程離構得法遠見 阿難到底什麼時候正出國 那 他說 他 如果依44經來講 他是說 大概他剛出家沒多久 他年少初出家時 到底有多久沒有講 就是剛出家不久 那麼婦容納就來跟他說 這樣的武 他聽了之後就正出國 那麼所以 如果這樣來說的話 那 因為他是剛出家沒多久 所以他就正出國 那正出國 如果我們這樣來看 阿難 像《人緣經》裡面把這個故事 就是摩登前女 因為這個用 他母親用這個 當然這個故事是編的 我們先講 這個故事是編的 不過就是如果從這樣來看 那麼摩登前女在遇見阿難的時候 那麼非常大的機會 阿難是已經正出國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確定 摩登前女在遇見阿難的時候 阿難到底正國了沒有 因為阿難正國了沒有 這個故事就變成 比較就是他這樣合理不合理 因為正出國的人 說怎麼樣 他也不會犯這個根本 不太可能 那當然這個是故事就是 他用先天犯之後迷思他 然後他差一點就破了劍 那麼如果從 我們從這個《四十四經》來看 阿難非常有可能就是在遇見 摩登前女遇見阿難 那麼這中間有一段是 這個確實是有這件事 但不是像人眼睛講的這樣 人眼睛這個是已經把它 戲劇化的東西 大聖有很多故事 他會把它戲劇化 但是我們是從這件事來看 就是說因為根據阿難 就是雜喊《四十四經》這樣說的 阿難出家不久 就因為婦羅納 婦羅納是所法第一 婦羅納是所法第一 那婦羅納是非常早期的 而且婦羅納很可能是第一個 入涅槃的阿羅漢 後來他回他故鄉弘法 好像就不見了 那這個出家他就正出國 那一直到佛涅槃之後 他都一直維持著正出國 也沒有聽說有正二國三國 沒有就一直正出國 然後到佛陸涅槃之後 大家社邀教級經典才正阿羅漢 那他出家也不是做使者 他是二十年後才做使者 就是佛陀成佛二十年後才做使者 大概就十幾年後 出家十幾年後才做使者 因為阿難是第七年出家的吧 不是第六年就是第七年 那第七年出家或是第六年出家的 好 我們底下看 所以他說這個婦羅納是他的啟蒙老師 就是讓他正國的 那我從彼君子的文法 遠沉離垢 得法眼鏡 那基本上就是斷三節 遠沉離垢 這個沉跟垢 就去除掉 因為出國就是斷 出國斷的煩惱 沉跟垢 煩惱基本上就是斷三節而已 三節身見戒進去 我們叫見惑 那得法眼鏡 那法眼鏡其實是有形容詞的 就是他很清楚明白的見到真理 我們叫做見四弟 那麼斷移就是見到四弟的真理 那很清楚明白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不對的 那我從事來 常以持法為師眾說 他因為這樣得正出國 所以他常常這樣跟大眾說法 就是說 富羅那跟他說的這個法 那我們比較多見的就是 就是這裡色是常無常 那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好若醜若出去 就是這樣的一種說法是很常見的 好 那非於外道沙門婆羅門出家者說 就是依這個來為大家 為佛弟子示眾弟子說 出家在家說 而不是其他外道沙門婆羅門那樣的說 好 那麼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與且師弟論的所謂的我見差別 那這個有一點點複雜 不過我們大概看一下就可以了 他說有四種我見為所依止 那於且師弟論在分別這個法 當中基本上他 有些大概就是依循阿比達摩的這樣的習慣 不過他是阿比達摩又很厚了 佛派之後 因為於且師就是為師基本上是 初期大聖之後 可以這樣中期或後期 那我們來看 他說有四種我見為所依止能生我慢 那他這裡主要分成 這個四種主要分成兩大類 一般就是我們說的分別我見跟聚生我見 那分別基本上是由我們說我們的意識分別 需要我們知識上的 透過學習的 這主要就是因為當時 沙門婆羅門的一些觀念 那你透過你學習上認為 這個我是這樣子的 那就是由世間的知識 或是傳承 觀念 那這一些 你透過這一些 那比如說當時的六四外道 不是常見就是斷見 那這種學說 就是我們基本上會受到 這個那個時代的環境 那知識的影響 就是我們所學習到的東西 通常都是那個時代的那些知識 那每一個地區有些不太一樣 那沙門婆羅門基本上都是 不是常見就是斷見 那這個常見斷見都在我見裡面 那這個是所謂的 由分別而生的 我們說我們的觀念 依著這個知識 那麼認知 我們是那樣的 那麼這個是所謂的分別我見 所以他說有分別我見 這個是外道所起 就是當時的沙門婆羅門 那比如說放我啦 神我啦 常見的我 斷見的我啦 自信啊 這些通常都是當時的一些說法 那你這樣學習了 你這樣認定了 那你就升起所謂的分別我見 其實是這樣 那聚生我見 就是與生俱來的 那不管你有學習 沒學習 那你甚至不是印度人 那你都有聚生我見 包括你根本就是一條蟲 你都有聚生我見 基本上這個是有這兩種分別 就是分別我見跟聚生我見 那還有兩種 那就把它變成四種 就是原字 一字 一字我見 一字我見 這個一字就是這個身 就是前面 因為它這部經 這個後面的論是在前部這個經的 所以語解釋進去把這個身 身就是一字 解說為一字 原字一字我見 原字一字我見 就是身一 一字己 一字身 而生起這個我見 執著這個字身 就是一這個字身 那我們前面的解釋是 這個身就是直取 因為有直取才有我見 才生起這個我見 那主要是直取 因為直取才生起我見 那這個身 在這裡就是一字 就是語解釋進去是說 一字 原字 因為自己生起這個我見 那什麼叫做因為自己生起我見 就位於個別內身所起 其實無印了 因為受想行事 它在解釋這部經 那它把它分成所謂的原字 原他 那就是因為 因為以字為遠 跟以他為遠 就分別自身 分別他身 那麼這些直取這個自身 直取他身 一於他 一於自身跟一於他身 那麼生起我見 它又除了分別我見 跟據神我見之外 還有兩種 就是原字 生我見 那這裡的生 它就是原字 一子我見 那麼 還有原他一子我見 那 我們再往底下看 這兩種 那總共就是四種 那他底下在解釋 分別我見 那這個就有點複雜 因為這個原來沒有這麼複雜 原來就是我見 那車手掌行事 不過就是這個余切師 那麼把這個我見分成這 這四種不同 他說 他說什麼叫做 他說分別我見為所依之 生我慢 就是依這個分別我見 再生這個我慢 那麼就是觀智 由這樣觀智 他既有死我 那 這是一個 就是由於 由這個分別我見 然後再觀智生他生 那麼生起這個死我 這個其實就是 你依著分別 那麼跟他人做比較 那麼依著這個分別我見 跟他人做比較 那麼而起 由此兩種我見為一 發生我慢 那麼就是觀智觀他 原智原他 就觀智他生 既有死我 再生起這個我慢 所以他底下 這兩個屁欲 你看他原來的阿含經 就是 似乎所指明禁 禁誰禁 自見命生 身故見非不見 他就把這個明智 跟這個清水 淨水 把你從淨子看到自己 跟從水看到自己 這兩種分開來 那我們大概看一下 因為這個文實在是很難讀 他說譬如清淨圓淨 那麼面上直向唯一發生影像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影像唯一 於智一子發生列中盛相 那就是 先講第一個 他說 就好像你拿著鏡子 那麼鏡子上的 依鏡子上所顯現的 這個 這個影像 就依於 鏡子上所顯現的影像 而產生 就是認為看到 你自己 嫉妒為我 比如說你在鏡子裡面看到 我在裡面 這個是我 我的臉 我的耳朵 我的眉毛 就這樣 所以就是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 所謂的直向 直向就是 對於自己身心 看到鏡子裡面 所顯現出的這個影像 那麼 依鏡子裡面這個影像 那麼 直取為我 那第二個 再依這個影像 唯一 於智一子 發生列中盛相 沒有 他說面上直向唯一 就是以這個鏡子上的這個像 認為是我 然後發生影像 再依這個認為的我 那麼再分別別人 他人的身心 既為有我 發生影像 他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直向 一個是發生影像 那這個影像 這個發生影像就是 在依於 因為你依面鏡子上的這些影像 為根本 依於這個鏡子上的影像 認為有我 那麼再產生出 那麼跟別人做比較 那我 比如說 我比別人好 我比別人不好 再產生出這一些 我比別人莊嚴 我比別人 這個瘦 比別人胖 我勝 我等我烈 再產生出 這樣的一種概念 觀念 那麼這樣的觀念 一定是跟別人做比較 才有我勝 我等我烈 就是我勝 我等我烈 一定是依於跟他做比較 我比別人 比誰怎樣 我比誰好 比誰不好 我跟誰一樣 所以 他就產生 就是一個面上的直向 第一個發生的影像 然後再依這樣 產生所謂的烈中聖向 就是先 先看到鏡子上的這個是我 這個是先分別 我是這樣子的 我的臉是這樣 我的眼睛是這樣 我的耳朵是這樣 那麼我的像是這樣 然後再用這樣來分別 這個是我不是別人 那麼別人是怎樣的 然後做比較 那麼就是有字就有它 好 那麼他這裡講到 那麼這個 所以他前面講 他前面講 如是由邪分別故 原字依止我見為言 那麼發生原他依止我見 就是 所以這個原字 就是不好 不好理解 就是因為他這種翻譯 我們 這種文法 我們比較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來看 就是 他基本上就是說 你依於 你依於自身所执著的這個我 那麼在分別他人身心 那麼再產生我 我 我勝我等我烈這種概念 所以 他才會說 發生原他依止我見 那麼如依止向發生影像 又發此為原發生我慢 方他為己或勝或等或烈 那麼這一端 其實就是 你以自我影像 分別自我影像 再以這個分別自我影像 再分別他人的 那麼再產生比較的 大概是這樣 詳細的要去看那個 有專門解釋 與潔式地論的 這非常 就是 不容易讀就是這樣 那 聚生我見為遠生我慢 譬如 當之疲於與前差別 所以他這個 他這個就把分別我見 是從鏡子上看到 這個是我 這個是分別我見 那麼聚生我見 就是從水裡面看到我 這個是聚生我見 所以他這裡是 譬喻與前差別 如明眼人淋淨水氣 就是 你從鏡子上看到我 這個是分別我見 你從水裡面清水 看到我 這個是我這個是聚生我見 那這個有什麼 有什麼不一樣呢 分別我見 通常基本上是透過 因為 一般來說就是 鏡子它是透 鏡子不是天然的 鏡子是人造的 是人去創造出來的一面鏡子 那麼 從這裡來看 那就是 一般來講就是說 鏡子跟水 鏡子是人造的 是造作出來的 那這裡就是從分別出來的 那水 它不是造作出來 它是本來 它是呈顯在那裡的 它是自然的 那從這裡來說 分別我見 跟聚生我見 就是 它從本來就有的 它不是誰造的 那 從這裡來分 分別我見 跟聚生我見 不過我們看事實間 好像也沒有 也沒有這樣的意思 不過 尤其是對於你 有這樣的 可能是這樣的意思 它把 它把這個鏡子 跟水 分成分別我見 跟聚生我見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分別我見 是透過 那麼不但是觀察自己 而且透過跟別人比較 那麼知道 這個是我 我跟別人不一樣 我是獨一的 我跟別人不一樣 那我勝我等我烈 有這些 透過與別人的比較而有的 那聚生我見 是與生俱來的 依照自己本身而升起的 那麼 你看見自己 會覺得我這樣好看 我這樣不好看 那這個不一定是跟別人 透過比較 那這個是它有這兩種分別 好 那大概 它說 此一切種 撒迦也見 唯一善說法 匹奈也 凡能永斷 會於學教 他說 這四種撒迦也見 其實是兩大類 就分別我見 巨生我見 那 這種我見 原智跟原他 原智而升起 或原他而有 那麼這個要 要以佛法才能斷 其他的沙門婆羅門 依善說法 匹奈 善說法 善說律 其實就是如來的正法 律 其實是這樣 其實就是佛法 要依如來所說的佛法 才能夠斷 因為其他的 其他的沙門婆羅門 都是視我亦我相在的 其實是這樣 如是如來 及眾共之 同犯恨者 眾共之就是眾所知事 這一些 大德 與之地止 同犯恨者 有大恩德 好 那底下就不用講了 大概 這個是 我們做參考 做參考 如果大家要更詳細 可能就是要去 要去翻譯一下 《遇解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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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翻看到四十五經 好 四十五經 這部經也是 我們要稍微 不能只是看這部經 他這部經是在講 我們先講 這部經是在講禪陀的 我們先看好了 先看 等一下再來 再來做分別 他說 他說 有一天 有眾多比丘 上座比丘 在波羅奈國 波羅奈就是陸遠院那邊 因為我們講到波羅奈 就知道陸遠院 吳比丘最初 那波羅奈 他是在家師國 這我們也比較少聽過 像前面的居善民 趨師羅遠 前面有居善 四十四經的居善民國 其實他是臣 他不是國 就好像捨謂臣 不是捨謂國 不過都講說捨謂臣 捨謂國 那居善民國 其實是居善民臣 那居善民臣 就是喬善民臣 基本上 他是拔茄國 那這裡的是波羅奈國 是波羅奈臣 波羅奈臣的陸遠院 那他是家師國 所以說 大概只有王舍臣 沒有講王舍國而已 其他就是 都是把臣講做國 那王舍臣 從來沒有講王舍國的 沒看過王舍國 看著王舍臣 其他捨謂臣 波羅奈臣 波羅奈臣 是波羅奈國 捨謂臣是捨謂國 居善民臣是居善民國 就變成是這樣 這我們大概知道 注明一下就知道了 他是 這個波羅奈 是一個臣 他是拔茄國 那這個國的國王也很有名 叫做幽田王 那幽田王是傳說 柯瞻談佛像 佛去天上 那麼太久了 為母親說法 三個月 或是說甚至更長一點 沒有下來 他在想念 就用檀香 刻佛像 這不是真的 就是傳說 這不是真的 那時候沒有佛像 那時候沒有佛像 因為這個王妃 她本來她的父親要把她嫁給佛陀 所以她後來佛陀沒有 她就開始很嫌弃這個佛陀 認為佛陀看不起她 就有這麼一段事 那這裡的就是幽田王 在這裡的波羅那國不是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是幽田王 是喬善彌城的 居善彌 那居善彌的長者是瞿施羅 就是我們說的美陰長者 妙陰 美陰 那他跟 他跟須達多是一樣的 須達多是去竹林金社聽法之後 正出國 就回去捨衛城蓋了奇緣金社 那麼瞿施羅是在奇緣金社聽法之後 正出國 就回去居善彌城蓋了一個瞿施羅園 那須達多是去王舍城 竹林金社聽法之後 回去蓋了一個奇緣金社 起宿起孤獨園 我們也可以講須達多金社 那這個 這個奇緣羅園也是因為 他去奇緣金社聽法 正國之後 就回他家鄉 蓋了一個奇緣羅園 叫做美陰金社 美麗的聲音 好 但是我們是 剛好想到就順便說了 好 他在波羅奈國仙人住處 路眼院是仙人住處 就是很多人 常常起來都有人在那邊修行 那仙人是 有時候是佛的另外一種稱號 所以以前的佛叫做古仙人 那以前的佛說的法叫做古仙人道 好 佛波尼環未久 使長老禪躲 曾遭著夷此波 入波羅奈臣其事 那麼我們先講一下 就是這部經在講佛滅後 那麼禪躲去找阿難 告訴他要怎麼樣 殘人斷我劍 得解脱 那所以這個是佛滅後 佛滅後禪躲去找阿難 那我們之前上過儀教經 我們知道禪躲到底 到底是在佛露滅前這陣阿羅漢 還是在佛露滅後禪阿難這陣阿羅漢 那麼這有兩種說法 那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這個 因為它有兩種 這個同樣在雜阿漢裡面 這個是95月至45經 我們看一下808月 先把這個問題稍微先知道一下 病相應 808月最後了 最後是病相應的 808月講的是另外 也是禪躲 但是他在佛還沒涅槃前就陣阿羅漢 而且因為生病自殺 那麼陣阿羅漢 好808月 好808月13359經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回頭來看 但是我們先大概知道就是說 這個因為傳說的經典裡面 本來就有一些 就是大家傳說的不一樣 但這兩部經不可能都是真的 我們先說 因為你不可能禪躲在佛涅槃以前 佛涅槃以前 他就陣阿羅漢 自殺陣阿羅漢 那麼另外禪躲又出現在佛涅槃後 那麼阿難跟他說法陣阿羅漢 那不可能這兩件事情同時發生 其中有一件一定不是 就是不是他 或是只是依著他的名義 像我們那個時候講宜教經 那麼導師也提出這個問題 就是說 蛇利夫去問佛陀 那禪躲自殺 那麼他因為他都會 有一點點類似像 烏他家行個恨這樣 他說他 他會執取這個信徒的這些供養 怎麼樣 那麼質疑他沒有真的阿羅漢 那麼佛受寄他真的阿羅漢 那麼這件事 那麼之後又 又有所謂的說 那麼阿難 佛要入涅槃 阿難問佛像蟬陀 這樣的人 那我們要怎麼樣 來對付他 因為他都不聽人家的話 那麼你劃他 他也不理你啊 他才不跟你劃 佛是我家佛 佛是我家法 所以 那麼我們要像這樣的 我們要怎麼辦 要摸 所以就變成要摸病 那犯談法 就變成有這個 那這兩件事 也不可能是同時存在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導師當然就比較傾向於說 這個 這個 如果依導師的說法 大概 他說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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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是一宜教經裡面來講 那 大概就是 比較依 比較依佛在 就是禪陀在佛涅槃前 在佛涅槃前 就已經 涅槃了 就正阿羅漢涅槃 所以就變成 比較依808這一部經 808夜這一部經 那麼 比較可能是40 那後來說 因為禪陀 要給他刑犯談法 這個可能就是 因為有類似這樣的比丘 那我們要怎麼辦 那 那 這個 四十四經 不是 四十五經 四十五經這一部 也有可能是 類似像禪陀這樣的人 就是說他不是 或是說他這個禪陀 但是他講的又是佛陀的侍者那個禪陀 好 那 但是就是說這兩部經一定有一部 導師是比較異議 禪陀是 在佛涅槃前 他就已經 正阿羅漢 而且已經滅渡了 好 那我們先來看 這個808夜的 大概看一下 這個是病相應 就是把所有比丘生病 那怎麼樣的 大部分都集中在這裡 當然前面也有一些 比如說生病 怎麼去教他的 那比較少 多數都是集中在病相應這邊 跟病有關的 都在這裡 但不是都全部在這裡 多數在這裡 好 那我們稍微先看一下就好 我們不是要講這一部經 但是我們先理解一下 他大概講些什麼 然後再回頭看來看四十五經 他說有一天在王舍城 加蘭陀長者蓋著竹林金色 加蘭陀主演 蟬陀在那羅聚落 好依安羅林中 生病了 我們大概看 就簡單看一下 生病的時候 那麼這個摩洛俱茲羅 就跟摩洛俱茲羅講 就是舍利佛 舍利佛聽到蟬陀在 好依安羅林中 那麼就跟摩洛俱茲羅講 就約他 約他兩個一起 就是舍利佛約摩洛俱茲羅 摩洛俱茲是他舊舊的 一起到這個安羅林裡面 去看這個蟬陀 蟬陀也是很早很早的 也是上座比丘非常早的 那蟬陀 蟬陀遠遠的看見舍利佛 跟摩洛俱茲羅兩個人來 就要起來 那舍利佛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起來了 因為你生病 你躺著就好了 你不用起來了 那舍利佛摩洛俱茲羅 就坐在旁邊 他可能就是有兩張床 坐在其他兩張床 然後就問這個蟬陀 那你現在生病怎麼樣 有沒有好一點 大概就這樣 那個蟬陀就說 我現在非常病沒有比較好 那就是越來越來越不好 我想要自殺死 不想要再活了 那這個很常見 這個很多比丘病起來受不了 那這個時候還沒震阿羅漢 這個時候還沒有 那舍利佛就跟他講 他說蟬陀啊 你應該要努力 那不要 不要 就是說 你不要 你不要自殺 你不要想死 不只要自傷 如果你還在的時候 那麼我會常常來看你 那如果你需要什麼 你告訴我 需要什麼 我都會來幫你準備 乳法湯藥 需要湯 我可以 需要藥 湯藥都是 湯藥是一樣的意思 湯藥就是 那你喝下的 你喝這一些 煎那個藥湯 或是吃那個藥 散 完湯散 這一些 都是湯藥的意思 那假設你 假設你沒有看病的人 因為生病 都多 基本上都有看病的人 假設你沒有 那我就做你的看病人 那這個蛇利佛實在是 蛇利佛 蛇利佛真了不起啊 蛇利佛 蛇利佛 蛇利佛確實是他 怪不得他是 這個僧中第一 就是說 除了大家設之外 蛇利佛跟穆健人 是最受敬仰的 特別是蛇利佛 那麼 他又特別報恩 你看他馬聖比丘 他從馬聖比丘那邊得法 那麼他就一直以馬聖比丘為師 除了釋迦佛之外 馬聖比丘 就是他的老師 他到哪裡 就先頂禮馬聖比丘 然後才去見佛 那馬聖比丘不在 他就問馬聖比丘往哪裡去 往東方去 他就往東方頂禮 他已經正阿羅漢了 而且他是一個大尊者 了不起 然後他要回去的時候 他家有七個阿羅漢 四男三女的樣子 他有三個姐妹 四個兄弟 包括那個君提沙咪 還有一個叫做婆多 大家忘了 他們都是阿羅漢 但是他的媽媽還是外道 還是他回家要度涅槃之前 回家度他媽媽的 你看這個人尊師重道孝順 真了不起 然後對佛陀也是一樣 然後捨立佛陀 因為被外道打 要入涅槃了 他也跟著入涅槃 又有情有意 這個捨立佛真了不起 那你看 你看他這個殘土 是大家頭痛的人物 就是他不管其他的人 所以有一些人其實討厭他 甚至有一些僧團 其實就是一個僧團 但是有一些地方 比如說聚山米城的 摩羯頭果的 哪裡的 各地的 有一些人甚至規定 我們看戒律裡面甚至規定 釋迦祖的不收 為什麼 都是因為殘土 因為覺得釋迦祖的都很驕傲 管不了嘛 管不了就不要收 就沒事了 都是因為殘土 所以殘土帶給大家極大的頭疼 舍利佛你看 沒有人幫你看病 我來幫你看病 了不起 舍利佛真的是了不起 好 只是在這裡讚嘆一下 舍利佛 如果你沒有人幫你看病 我一定來幫你做你的看病 而且一定讓你滿意 一定讓你不會那麼痛苦 一定可以減輕你的痛苦 必令失意非不失意 就是你需要什麼 你儘管吩咐我 我一定幫你準備 那如果你需要看病的人 如果你沒有看病的人 沒有照顧你的人 我來照顧你 我來照顧你 而且一定照顧到你滿意 這舍利佛了不起 這殘土打眼 她說 她說 我有 我有供養的人 因為說 你需要燙藥 你需要什麼 你跟我講 她說 我有供養我的人 就是這些婆羅門長者 她都會來看我 給我這些 給我這些所需要的 也有人常常來看我 來看我的病 來幫助我 但是 這個病讓我很痛苦 我不想再活了 我們不想每天這樣 忍受這些痛苦 我要自殺了 我們先下課好了